Quran 1. Sum 2. 想挂 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 释迦茅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茅尼佛 纳莫本师释迦茂尼佛 纳莫本师释迦茂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 今天是第三日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我们未讲经之前 先将心经合掌 读诵一次 我们一起诵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恒心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憎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色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虎杂灭度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 依般若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密多故 得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密多 事大神咒 事大名咒 事无常咒 事无等等咒 能随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 即是咒药 揭帝揭帝 般若揭帝 般若揭帝 般若增结体 菩提娑婆喝 请大家放掌 今晚继续讲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这部经是268个字 经文内容是260 加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题目是268个字 虽然是268个字 一个如此短的经 很多人诵了三四十年 也不知以理是说甚麽的 我们研习佛经 要有一种揭而不赦的精神 才会得到修行的效果 若你仍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万不经心 或者一路听经 一路黑眼睡 你对它起不了一种兴趣 很难学习佛理 我们以什麽心态去研读这部《心经》 《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纲要 袁庄大师去印度求学的时候 沿途所有的苦难 都是念《般世音菩萨》得到救助 所以《心经》 亦能令人开悟 令人开智慧 令人了解很多佛教的道理 因为它里面是说般若 但有多少人 会有兴趣 两晚没来的朋友 要急起直追 若你不来听经 你会将你的时间怎样做 逛街看戏 吃饭 休息 但现在全香港好像今晚没有人讲《心经》 若用这样的机会 不来听经 若做了其他事 若如入宝山空守回 为什麽 要自己的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心经》 若你背了它 若再明白你的义理 若你明白很多仪理 明白很多佛教的道理 你研习《心经》的心态又要怎样 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麽 鑽石 一粒鑽石戒指 要当这部《心经》是你最喜爱的鑽石戒指 你时常拿出它来欣赏 一定要明白这个戒指有多少卡 怎样漂亮 怎样光芒 若你喜欢名画 要当这部《心经》是一幅最珍贵的名画 要怎样去欣赏这部《心经》 若你喜欢打麻将 这部《心经》令我每次都赢钱 我不是叫你打麻将 我不是叫你赌钱 要用心态 要揭而不赦的研习 有位柴灵玉和尚 他开宴时 讲一句说话 每个人心里面也有一部《心经》 每个人心里面的《心经》就是你的明珠 但这颗明珠发不了光芒 一定要将那些尘 抹干净了 才将明珠发露光芒 一天都是蒙尘 这位柴灵玉和尚 当他开宴时 他讲了一首诗 他说 我有明珠一摞 久被陈奴封锁 如今陈尽光芒 照见山河万朵 这颗是你心里面的明珠 你可以听完之后放在架上永远不看 你可以不理不问 但若你从明珠慢慢磨擦 慢慢散拆 你有一天会大开完解 这部经可以令到你 圆满究竟正觉 这部经可以令到你增加无量智慧 这部经可以令到你讲佛法的口才大大增加 这部经可以令到你明白空的义理 这部经令你破除迷信 令你不是求财求名求利 而是求智慧 你要不要听 哪有这么笨 好 你看这部经 268个字以为很简单 我今晚跟大家讲讲这部经的结构 经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亦者是唐三藏原装大师 经文的结构 我们正如说 观似在菩萨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这叫做罪焚 整部经里 这几个字叫做罪焚 就是Introduction Prelude 是罪焚 这个罪焚 是观世音菩萨所正的境界 原来是这样 观自在菩萨是能修之人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是所修之法 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观行的境界 即是如何修行 用什麽方法修行 信佛是要修行的 你以为信佛只是装香 烧香 买生果 做义工 行善 这就是信佛吗 这只是修善根 下一世还要轮回生死 不过下一世会好过这一世 所修的效果就是度一切苦厄 这就是 整部经这几句说话 Introduction 就是那个罪焚 我们下方就问了 舍利子 色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亦服如是 这是什麽呢 是总说般若的空义 即是里面的content 正宗份 总说整个空的义理 是总说 即是a general remark 一个很总说 下面 舍利子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够不正 不增不减 显般若的实相义 显这种真理的真实之相 这个诸法空上 这个佛性 这个真理 为什麽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显他的实相 下面呢 下面有说了 事过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以至到后面最后亦 无知亦无得 别说般若空义 即是说 逐点逐点解释般若的空义 即是这粒明珠 这粒钻石 他磨光它 看哪一卡 看它怎样反照 看光芒是怎样 看这些浅 鑽石你会很有兴趣 但这部经更重要的鑽石 能够令到你了脱生死 好了 别说般若空义 事过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破我们凡夫的五蕴 执着 无眼耳鼻视身耳 无色色 空未触法 破 六根六尘的执着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破十八界的执着 即是六根六尘 六色的执着 无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无老死尽 破圆角十二因缘流转门 无苦习灭道 破圆文的四帝法 什么是破 即是 去除执着 去除尘 全部都是这些尘 你要逐块尘将它磨灭 无知亦无德 是拳救 破除拳救菩萨法 我告诉你 每个人的智慧都是不同 有些人听到这些是没有兴趣的 因为智慧水准未到 但今天有这个因缘 你不要看下自己 你要好好地研习 你会大开完解 你不要东张西望 看什么兴趣 因为 它未入你的心 你未知道里面的宝 你未知道法宝 你的明珠蒙尘 也不知道明珠蒙尘 有一天你的明珠全部的尘 光彩了 你就召见山河万朵 即如神秀大师说 身如菩提树 身似明镜台 时时勤忽悉 莫是夜尘埃 这部经能使得你时时勤忽悉 这是别说般若的空仪 经常说空 为什麽 般若为什麽 你学了十多年 二十年都不懂 今晚要懂 这是正宗份 后面 正宗份 以无所得故 菩利撒多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来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就是 般若的妙果 这是你的因果报应的果 如果你收集 实行实践 心经观音菩萨 所收的法门 你就得到这个果 你能够远离一切恐怖 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远离一切烦恼 云离一切生死苦恼痛苦 三世诸佛 这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证到诸佛的妙果 所以里面已经包括了因果 第三是流通分 故此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 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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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流通分赞参这部经的功德 这部经的功德能够灭除一切的痛苦 不单灭除自己的痛苦 还能够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那你愿不愿意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你愿意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你一定要学这部经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说句话 任何的天才 任何Excellent Act 都是因为你不断自我 不断磨练 不是生出的 你学习佛经 就没有放心下去 如果你能够放心下去 你一定达到某个 菩提的妙果 由今天开始 你要真真正正学佛 不只是迷信 求财 求福 求名 求寿 庄香 玄宝 蜡烛 水果 那些是滋末 那些不是正恩 今天要走入正恩 就说到这里 今次我开始讲了 观自在菩萨讲了 再讲一些 观自是什麽意思 根据天台中讲的观自 观是很重要的 观自在菩萨是用什麽观 用眼去观 用心去观 如果根据天台中的教义 有空观 有假观 有中观 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些未识 不要紧 种了种子 一心三观的天台中观察的方法 你可能未识 你今晚每次听些 你会种入这个种子 什么是空观 假观 中观 空观 是以这部心经的般若智慧 观一切外境 是原生法 所谓一切都是因缘 有条件就生 没有条件就灭 次观身为四大缘合 无我无我所 无了自我 无了我相 无了执着 在观内里面的六色是妄心 无常生灭 乃至最后观一切法空 即是 你用心经 点点滴滴的方法了解 你可以达到观一切法空 若你达到观一切法空 便能够到一切苦额 这是空观 这是从假入空 接着是假观 虽然了知一切法当体即空 但你不会执着空 而致直灭 从空便要出假 能于空中收种种行利益众生 即是一切是空的 不会待于空 虽然一切是空 一切是因缘所生法 原生便有 原灭便没有 但我在原生原灭里面 是可以利益一切众生 做一切事 不是佛门是空的 让也无常 虎空的 财也空 钱也空 黄泉路上 不相逢 子也空 富也空 不是这样的空 你不要待于空 虽然一切都是原生无常的 但在我这个生命的期间里面 我做尽一切布施的工作 利益一切众生 即是我积极去生活 积极去恒扬佛法 灭除了我自己的抑鬱 灭除了我自己的自卑 灭除了我自己的妒忌 灭除了我贪亲之杀道 淫忘一切的妄心 积极去 自利利他 导致一切众生 这是伟大的行业 即是不会待于空 从空又出假 中观观一切法不知二边 非空非假 是中道亦不执着中道 圣顺不二万法圆勇 这是天台中的教法 你不明白 中落一个善根 原来的观字 是一心三观 空观 假观 中观 空观 破一切法 你不会执着一切法 假观 立一切法 中观 超越一切法 如果 你认为有些 对哲理很有兴趣的人 你会很惊讶 原来佛经是如此深奥的吗 原来佛经是可以 又空又假又超越的 佛经是如此深奥的 佛经是需要你的智慧 去研习的 除了用智慧文字 还要你观照 这样文字般若观照般若 才达到实上般若 要破坏一切法 即是不执着一切法 但又要立一切法 即是懂得放下 还要懂得提起 不执着 还要负责任 家庭的事 子女的事 什么都是空的 不用那么紧张 他不读书就有得他 日后他找不到食 是他的事 不用看得不开 这件事 这件事是看开 那件事是看 完全没有父亲的责任 他空调一切 这就不是立一切法 他堕于空 什么都是空的 没有意思的 有得他 这个便堕了空 就是这样 做人很化 他就入了化 他不懂立一切法 所以佛法是原容的 他一方面是 不执着 另一方面是提起 他负责任 父亲有父亲的责任 母亲有母亲的责任 子女有子女的责任 你职工要对公司的责任 你对社会的责任 你对自己的责任 所以佛法除了放下 还要提起 你看弥勒菩萨 他拿着布袋 拿着布袋走 有人问他什么叫佛法 他将布袋放下 他不说话 什么叫佛法 他将布袋提起 原来你懂得放下 你还要懂得提起 你还要懂得超越 你慢慢去思考 中下的善因 观自在是什么意思 自在是什么意思 根据《华严经》说 观自在菩萨 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 观自在菩萨 今天再加些资料 自在是否寿命自在 这位菩萨 观世音菩萨 超越三界的生死 他不会流推 他不会六度轮转 你和我不断在六度轮转 三善度三恶度 这一世去世了就不是这么简单 随着你业力投拖来下一世 恶业多的就是三恶度 地狱 恶鬼 畜生 善业多的就是天人 阿修罗 你和我不断在生死里面流转 流转了很多世 都是很惨的 有时候很坎坷 有时候有短暂的快乐 都是无常 苦 都是空 但是观世音菩萨 又不是 他自在到 超越三界的生死 没有生死 寿命自在 心自在 不为 外缘外境所缠绕 我们是随着外缘外境的感觉被缠绕 外境要我们贪就贪 要我们亲就亲 要我们愚痴 要我们偷 要我们杀生周到射入妄语语 全部由外境去带动我们 执着外境而产生一切烦恼 但是观世音菩萨并不是 他自在 他的心不为外境所牵前 他的心是清淨的 观自在菩萨的心是自在的 我们的心不自在 你和我 完全不自在 心不自在 寿命不自在 业自在 所以这位菩萨断除一切 染污的烦恼业 你和我都有很多业力 牵前到我们 不能了脱生死 但是观音菩萨是 业自在 寿生自在 观音菩萨可以随类寿生寿生 三十二应生 他喜欢 现男生男生 女生女生 同男同女又行 百业功又行 百业婆又行 甚至乎三界六度 他都可以延伸 无处不延伸 千处祈求 千处应 苦海常作度人周 所以他是 寿生自在 圣解自在 通达一切世间出世间法 所有一切他都明白 愿自在 所愿必能愿满成就 他要度众生 一切愿望都能够成就 愿自在 你的愿望成不成就 不成就 很多时候想这样做不到 但是观音菩萨就很愿自在 他所立下的愿一定达到 为什麽 他专注 愿意自在 据大神通 变法自在 法自在 能修行及演说一切法的自在 我们为什麽有时跟人说佛法 口齿不凌厉 或者自己 脑所想到的口说不出来 就是你法不自在 你有业力 如果心经完全懂得 为什麽 依照心经的修行 你是演说自在 你又会达到法自在 我有这麽经验 我心经不断的转言 我以前说的话很木立 但是 讲来讲起都说不出 但当我常常念心经 常常念金刚经的时候 完全是口才 你平时跟我说话 我不是好像倒水 般流出 你平时跟我说话 很稽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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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一到上台 就演说自在 为什麽 这是佛法的力量 自然演说自在 只要你不断去转言 你自然会达到法自在 知自在 具大智慧 辨才无外 才自在 知具无量 能施予一切众生 十种自在 观自在菩萨就是如此自在 现在解释了观自在菩萨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但未开始之前 时常有人问这个问题 观音菩萨是男人还是女人 观音菩萨的性别 一般人认为观音菩萨是女人 其实在佛菩萨的圆满觉性之中 已经超越了三界 超越了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连形相的出现 也不过是变化随应 更何况男女相之别 即是 为何有男女相 因为有情欲才有男女相 欲界有情欲 所以你和我堕在欲界里面 大家知不知 众生的存在有三界 我们在三界里面最低的一界 对于动物来说 我们是万物之灵 但在三界的众生里面是很低等的 为何我们很低等 因为我们有欲念 男女以为欲念 只要食色性也 这句说话累死很多人 我们是因为食而流转生死 因为食而流转生死 食是何解 杀生食欲 食是邪淫 男女的邪淫 令我们流转生死 所以观音菩萨是超越了 哪有男女身 它是硬化身 只有欲界的凡夫才有男女相的分别 所以观音菩萨不单是女相 亦不单是男相 而且具有无量百千亿化身 可以现各种上度化众生 我先讲到这麽多 别讲得太详细 第二句 观自在菩萨 第二句是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恒心为什麽 它不是恒淺 是恒心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怎麽加到心字 因为如果恒淺 属于小性性人修 人空般若 就是小性的修法 只是破我执 而未破法执 空人而未空法 尚执着有佛法可收 涅槃可淨 仅属于阿罗汉匹之佛的境界 即是恒淺已经可以超越生死 是阿罗汉的境界 对佛不明白的人 一定要种些善根 慢慢会明白 你连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都不明白 你就不知我说什麽 但你不要气馁 说不知我说什麽 因为你会种下一个善根 因为你没有研习过 这些学了几十年当然知道 内宗里面亦有人会明白 恒淺是小性修 人空般若 恒深大乘菩萨修 法空般若 既破我执 又破法执 既修空观 亦修不空观 正入忠道实上 名为恒深 所以 心经是很难说的 因为恒意理已经很高深 要懂很多才知道 基本上恒淺是什麽 即是说 这个人无了我 无了我 因为他用佛法修行到 无我上 人上 众生上 他可以成为阿罗汉 已经超越了生死 痛苦 但他还有佛法执着 我是佛法修成阿罗汉 他还有佛法的执着 菩萨佛 连佛法都不执着 即是说 我空 法亦空 我空已经很重要了 已经超越生死了 已经是阿罗汉的境界 但做未完满 如果能够做到连法都空 为什麽 真真正正的绝对空 不是绝对空虚 是绝对空 绝对空是怎样呢 一切都是空的 既然一切都是空的 即是说一切都是假的 即是说一切都是假的 连我这句说话都应该是假的 很合逻辑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一样东西都是假的 你说的东西都是假的 是的 连我这句子都是假的 连佛法都可以说是假的 为什麽 因为迷才有佛法 你觉悟的时候 你何需要佛法 你还执着在佛法 无有一法可得 是明我流多了三秒三菩提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事 恒心说了 你不是恒钱 观音菩萨这个是 破我 我空 法空 破我执和法执 恒心就是恒心 般若波罗蜜 大家知道般若是智慧 波罗蜜 现在是重温 波罗蜜 有六道波罗蜜 布施 持戒 忍欲 精进 禅定 般若 这些是要识的 即是 观音菩萨叫我们用六种方法去修行 你要学布施持戒 忍欲 精进 禅定 般若 我在第一堂里面讲了一个小时 要明白六道波罗蜜 即是这只船里面教你六样东西 这六样东西依照这六样去修行 要布施持戒 忍欲 精进禅定 波罗蜜 这是总相 还有布施里面有很多要布施学的东西 持戒怎样持戒 据是有三规五戒 八戒 菩萨戒 出街有人有 比丘二百五十戒 三百四十八戒 要学戒 居士最弱的 很懂佛法的居士 最弱的是戒律 戒律是出家人 专攻戒律 王一大师 就是律师 戒是一门特别的宗派来学戒 所以 法门无量 佛法里面 你活到一百岁也学不完 因为里面太丰富 从心经开始 如果心经了解了般若的义理 便很容易了解其他的 戒律 禅 等等的义理 隐辱 精进禅定般若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 恒心 般若 波罗蜜多士 这位观智在菩萨 经过很长时间 收集大乘的佛法 破我执破法执 用什么方法 用布施 持戒 忍辱精进 禅定般若的方法 达到 达到究竟圆满 六道波罗蜜 昨天有人问 什么是十道波罗蜜 根据《解释物经》 除了六道波罗蜜 还加多四道 有一个问题 可否再说 提一提梵文 或者他想Google 想在网络里面找 除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般若 这些全是梵文 Dana 布施是Dana 持戒是Silla 忍辱是Zanti 精进是Viria 禅定是Dhyana 般若是Prajana 还有方便波罗蜜 以种种间接的方法 启发众生的智慧 叫做方便波罗蜜 所以我们 持守在佛门 可否大开方便之门 有时 戒律 或者移軌 不可默守成规 一定要有方便 去接引众生 每个戒律都有开遮饭 开遮饭 轻重方便 忍悔方法 戒律每一科都有 开缘 遮止 羞耻 忍患 忍悔 所以戒律是一门 很高深的佛法 必须要专攻读 愿 尚持愿心并付诸实践 即是愿波罗蜜 教你怎样发愿 你不发愿 做任何事都不成功 这很合 很合 Motivational thinkers 在北美洲有一门的学文 叫做Motivation Self Motivation Other Motivation 即是你怎样可以Motivate自己做事 你怎样可以充满自信做事 你就要学圆波罗蜜 他教你怎样立下你的目标 立下你的大愿 每种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有目标 这个目标怎样立行 立下 即是你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怎样 要信愿行俱足 有信心有愿力有行词 所以愿是教你怎样立下你的大愿 没有愿是不可以成的 愿有种愿别愿 是愿的 总愿是什么愿 大家有没有归依的时候有什么愿 愿道一切诵 愿收一切 学一切法 愿断一切烦恼 愿成佛 这就是愿 这是总愿 所有学佛的人都有这个愿 众生无边誓愿道 誓愿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已经发了愿 归依的时候已经发了愿 这是总愿 除了总愿还有别愿 什么是别愿 观音菩萨的愿是 太慈大悲做众生 地藏菩萨的愿是 地欲不空 势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这是地藏菩萨的别愿 阿弥陀佛的愿 导一切苦难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弱施佛的愿 十二大愿 弱施佛有十二大愿 所以每一尊佛 每一尊菩萨都有别愿 你有没有别愿 或是否不识立别愿 别愿有很多种 我发这个愿 我愿是导一切的老人家信佛 我有别愿 我和佛菩萨作一个别愿 我要学了 心经 在心经里面 每一句明白他的义理 我要向所有年青人解释佛法 用般若的空义 教他们怎样放下一切 教他们怎样管一切法空 教他们怎样法愿 教他们怎样立下人生的目标 怎样纯正目标 去布施持假引辱精进禅定般若 你有没有发这些愿 你不发愿 怎样可以成佛 你没有发愿 你只是犯犯言 发愿很有计划 力波罗蜜培养实践善行判别真伪的能力 力波罗蜜 就是 在禅定中怎样增加专注力 人是没有专注力的 人的attention span 人的attention span is only about 15 minutes 10 minutes 即是 你留意我说话 会睡觉 睡觉 因为他对你 没有什么产生特别的 急切的一种反应 力波罗蜜就是 怎样增加你的专注力 智波罗蜜能了知一切法的智慧 如果佛字的波罗蜜能够提升 很奇怪 你学什么都会更快 如果我对佛法 很专注 我自然会煮东西 我自然会书法 我自然会摄影 我自然会懂音乐 我自然会懂医药 一通一切通 你信不信 我从来没有煮过东西 我不是说我通 我从来没有煮过东西 但我教厨师煮东西 要这样煮 你煮这个面要怎样 你懂吗 我说我不懂 只是想出来 他说是 他说我怎样可以煮到 罗汉齋炒面最好 我教你 我今晚就告诉你 怎样煮罗汉齋炒面 最美的罗汉齋炒面是怎样 不过不要说罗汉齋炒面 罗汉齋炒面也不要紧 罗汉齋炒面最美是怎样 最重要是面 当然炒面要执码 所谓执码是用什么 你用粟米仔 云耳 粉丝 罗汉齋炒面不放粉丝 罗汉齋炒面才不放粉丝 总之最重要是面 面是怎样 面 一定是双面黄的面 你不要炸面出来 怎样做双面黄 要用瓶锅去烘 面还要滲点东西 有没有人做厨房的 举手 没有厨师 不要在这裏班门弄斧 这个面是怎样 你先把面 先录面 录面的 有一个巧妙就是今晚告诉你 你要用微增 素的微增 放入滚水 让微增的味涂在面上 当微增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微增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微增 日本的微增 Mitsu soup 微增 你将微增 浸在面上 微增是用什么 用豆 有的 当微增滑在面上 那些微小的豆就黏在面上 黏在面上 你黏在面上 这样录出来的面 微增就进了面的味 你将面再烘一烘 有豆的地方再烘一烘 它变成黄色 灵石脆 所以你两个一烘 放入微增的两个一烘 再 不要炸 炸了就变成铁链 再放在锅上 再打芡上 再把那些 执码出来的那些小的 料铺上去就好食 所以这里 自波罗蜜 你能够了解佛经 一通一切通 你信不信就是这样 智慧 内面已经有了 你是充满一切智 自然有些人 观乘法师 我涉影 你用什麽角度 我又没有涉影 我说这个角度要这样拿 盆栽 盆栽是怎样去剪 怎样去收剪 怎样去换泥 我没有学过 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 是的 这些就是 当你很静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出了 当你时常静坐 你的智慧就出了 你也有的 不只是我有的 不过你未发现 你有明珠一摞 苟被尘奴封锁 到此 尚且封尘 不见山河万朵 你要把尘抹了 你自然显露 好了 说到这里 观智座菩萨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说 召见五蕴皆空 很重要 召见五蕴皆空 召见五蕴皆空 是整部 心经里面 最重要的字 在结构上来说 这是修行的方法 度一切苦厄 就是修行的果 当你能够召见五蕴皆空 是因 有一个方法 你能够 一切痛苦 都可以超越 不单超越你自己的痛苦 还超越 你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超越痛苦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都可以帮助他超越痛苦 因为自然有 变才可以跟他说这些 超越痛苦的方法 召见五蕴皆空 召见这些事是用观用内心 先要明白什么叫五蕴 你不明白五蕴 你不会明白怎样召见五蕴皆空 什么叫五蕴 蕴为什麽 蕴 凡文叫做 Shenter Shenter 蕴 是积序的意思 积序了五种 令人遮蔽真心的障碍 你和我 是五蕴所造成的 这种五蕴造成我们 又是障碍我们的 这个明珠 已经有明珠 但造成这个明珠 是给我们业力的陈障碍的 这个五蕴就是我 有些人说我是水我是五蕴 你自己是五蕴 现在召见五蕴皆空 先从自己去召善 先分析自己 我是谁 我从何而来 Why do I get born into this world Where would I go Where do I come from Before I was born 我未生出来之前 我从哪里来的 我死后又会去哪里 这个我是什麽 我是谁 你明白我是谁 你一定要尋根究底这个我是怎样的 你不明白我才是生死苦海 这个我是由五种东西聚绩而成的假相 佛经称之为五蕴 这个五蕴 覆盖了我们本来的真心 因而起或造业 因有业而轮转生死 我们往往执着五蕴假合之上为我 我我你人我是非是因为有我 欲除烦恼 有一句我们时常的口头禅 欲除烦恼虽无我 你想除一切烦恼吗 这些不懂佛理的人都说 欲除烦恼要无我 要有无我的精神 有我便会有人我是非争执 有此便会因此而生烦恼而造业 因造业而受报 流转与生死轮回 所以心经教人先召结五蕴皆空 破我执 这是修行到达解脱所必经的路途 所以召结五蕴皆空 现在是八点七个字 我将会说到尾 都是说五蕴 如果你能够留心听五蕴 了解到五蕴 已经识了心经的一半 第一蕴是什麽呢 识蕴 Rubba 识蕴 梵梵是Rubba 识蕴 识蕴 我把梵梵放在这里 因为可以自己在Google找到 现在互联网什麽资料都有 你将你的时间 别看完无谓 不如 佛经 说些什麽 你把时间放在那些地方 第一 五蕴是识蕴 第二 是受蕴 Vadana 受蕴 第三是想蕴 第四是行蕴 第五是色蕴 这个色 是意识的色 第一个色是颜色的色 这五蕴 是什麽呢 这个五蕴就是我 这个五蕴是什麽呢 色 代表物质 受想行色代表精神 我们是身和心 每一个人是什麽组成的 身体 身和心 我们是身心的世界 如果用英文说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即是说 物质和精神 我们的身是物质造的 除了物质 我们还用精神界 这个物质和精神界 组合成为一个我 简单来说 这个色蕴 是有什麽呢 色蕴 总括来说 有四大 四大是地 水 火 风 以总括来说 地有它的坚性 就是我们的什麽 以身体来说 色 有叫坚性 地有叫坚性 地是坚的 坚性 就是我们的骨骼 牙齿 头发 手指甲 所有我们身体里面的坚性 水 液体的东西 我们里面人体的水分 血 尿 口水 火 火是里面的 热力的暖 Cemperature 风是它的流动性 里面的呼吸 整个身体用一个总相来包括它 就是地 水 火 风 佛经叫它四大 所以我们说四大皆空 不是走色财气 就是地 水 火 风 都是空 为什麽是空 你慢慢听就知道地 为什麽是四大皆空 不是走色财气 若你信佛 信了这麽多年 有人问你 陈居士 什麽是四大皆空 走色财气 你真是不懂 不是走色财气 是地 水 火 风 受 想 行 识 受 受 想 行 识是说人的感受 因为人除了身体的物质之外 就是精神 他的想法 受就是 当你眼以鼻舌身意的感官系统 对外界眼看到东西 看到色 耳听到声 鼻闻到香味 气味 舌尝到滋味 身 触觉 当你受的时候 领受到外界的东西 我现在领受到整个人的Image 我看到花 受到这样的Image 我听到的声音 即是我六根的 感官系统 感官的功能 领立到外界的六层 色星康未触法的时候 这就是寿 领立了之后 会有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我一领立这种不喜欢的 会产生痛苦 领立这种很快 我喜欢的 会产生一种乐受 这种花真是美好 真是美好 我很喜欢它 那怎麽会是乐受呢 如果我听你 你批评我一句 你真是坏 你不好 我心很不舒服 我这麽会是苦受 即是他受了之后 就有苦乐 不苦不乐 接着是想受 想寻 想寻就是 当我感官系统对外 接触的时候 我自然会产生什么 记忆分别继度思量 我会想 例如我见到你 陈先生 我一见到你 我便知道这个人的影像是陈先生 但我不记得这个陈先生是什麽人 我会走入我的意识裏面 拿回意识裏面 这个陈先生我昨天见过他 他是我朋友 他姓陈的 他不是姓你的 陈先生是什麽人 全部在这个记忆裏 将你的 archive files 有一个cabinet有file 陈先生是什麽都完全记忆裏 记忆裏 全 以前对他个别人的经验 在意识裏面有分别 有计度有思量 每一个感官系统都是这样 产生出来的 接着有恒韵 六根六尘千流 以至产生行为 这个陈先生 我一看到他 我眼睛看到他 他说 你好吗 法师 我便听到他的声音 追忆到以前他是什麽人 我完全在我的影像有出来之后 我便说 你好 我便会恒韵 将互动产生一个行为 产生一个言语 这便是恒韵 识这便是 有仇有想有行 有计度思量 有一个总的意识包括这一切 即是 我现时有个想有仇有行 当我去世的时候 是否什麽都没有 他不是 他有这个识 一个总括的藏识 将你所有的经验 所有一切 以前的经验 现作的经验 全部归纳在识韵里面 投胎都是识韵投胎 这些 往后还有很详细的分析 你现在就知道这里 五韵是什麽 识受想行识 识就是物质 受想行识就是精神 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我们的身和心是怎样形成的 为什麽我们会产生烦恼 为什麽我们有痛苦 为什麽我们有轮回 为什麽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 生命从何而来从往而去 人是怎样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係是怎样的 人与社会的关係是怎样的 人与家庭的关係是怎样的 人的业力是怎样起的 烦恼是怎样起的 他的十二因缘是怎样流转的 他怎样还灭的 整套人生就是在五韵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若我们不知生从何而来 死往何而去 对于自己的身心世界完全不了解 你就注定流转生死 有一个哲人 超越的 无上正等正觉的佛 告诉我们 你不要太蒙茶 活下去 原来你和我以前一样流转生死 你醒悟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觉悟了 你不要再流转生死 你是不用死的 这里有没有人不用死的 每个人都要死的 但有一个不用死的方法 我告诉你 不会再忧虑死亡 你举一手 我看到有人举一手 你不要紧 把你的问题写下 到时回答你 你真的不用死的吗 因为我说有没有人不用死的 你举手就不用死了 到时你不写一个问题 这是简单说五魂 就是五魂有身心的世界 我们说佛经 是由淺而入心的 识究竟是甚麽 受想行识究竟是甚麽 我们再详细再讲下去 五魂 这个我 是怎样的 五魂 你要召见他 你要召见五魂皆空 你必须知道什麽是五魂 识 是物质 身体父母所生四大甲合的身 地 水 火 风 包括了地的坚性 水的湿性 火的乱性 风的动性 瘦 瘦就是五根另立五层 即是当眼看见识 这个识是material 以 听见声 鼻闻到香 舌尝到味 身是触觉 Tactile objects Tactility 当前面五根的感般系统 接触到外面 那个叫做interaction Everyone is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er environment And thereby Mental afflictions arise 所有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经验 都是因为五根接触了五层 在很快的 微细的 当行的接触 这就是瘦的阶段 当你接触了后 你还要分别计度思量 还要依第七色生起善恶 依第七色的我执 大家各人都有个我执式 每一个人生下来 有一个末罗式的我执式 BB也有 一生下来 它就有个我的我执 这个相中 将你 前面眼耳鼻舌 身意所领纳 所interact的东西 它自然会走进去的意识度 计度分别 思量 记忆 之后 它还加上里面的第七色的我执式 而形成一种 以语言形成一种行动 你和我一切 这样的生活经验 不过你没有分析 所以说 佛经 是最精辟的 心理学 是能够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理 很多宗教只是信仰 我信神就得救了 我不用知道我是什么身心的世界 祂会救我 佛经不是 信神就得救 你自己也不明白为何 为何要痛苦 你先要明白自己 你明白自己的一切 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 运行 宇宙的经验 你才可以救到自己 你不可以蒙茶茶 就是佛会救我的 你以为佛 做什么事 如果佛可以救你的 无论你善的 恶的 都可以救你的 一早救了你 还需要什么介绍佛经 如果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能力救你 全部都已经成佛了 还需要说佛经 那么多余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 一救就救了你 还需要什么说话 不用说话 说那么多 救了你便可以 就是这个救 你是要自救的 释迦牟尼佛只是告诉你 这个救你的方法 即是 那条路 你要自己走 人家告诉你怎样走 要自己走 跌倒再起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你要自己一步一步去走 释迦牟尼佛席带你走上一条正路 让你一步一步走到 无常正等正觉 他走过这条路 他告诉你 观音菩萨走过这条路 告诉你 地藏菩萨走过这条路 告诉你 这就是想 行 六根对六尘 依第七色没来色 执着有我 念念千流造作 以战产生行为 他自然 在感官对外尘里面 自然产生行为 他自然 因为有烦恼 他自然会贪心 他自然会造出 杀生偷盗 邪淫妄语 恶语 种种的行为 都是你自己产生的 你不要赖别人 是你自己 做出来的 你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你的前途 是你一手做出来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因为始终是你自己的心 去体现 如果你 当然也有业力牵前 家庭的环境 父母的教育 互相业力的互动 有些人不比家庭 不比父亲 不比母亲 他仍然是活得很成功的 有些人不是 这是业力的牵前 第八 悉安赖耶识 执持整个身心 能够藏一切业力的种子 轮回六度流转生死 为什麽还有这句 说了受 想 行 识 为什麽还有后面的识 受 想 行 都是说现在 大致上来说 我现在有受 我现在有perception conceptualization analysis relational action relational speech 但是 我现时的这种种的 心识 继度的思量 当他死了之后 是怎样的 是否就没有 他不是的 他会藏在识里面 是无形无相的 他死了之后 他这个识会投胎到 另一个身体 将他所做的一切 无量那么多 他都储藏得到 正如你的computer一样 无量那么多东西 他都储藏得到 他是你的memory 他的记忆 人的身体死了 色存在 这个色 储存了一切的善恶 带着你的善恶而投胎 你的外相可以变 不同的形状 这个色永远存在 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 你的善恶 你以为做了恶 无所谓 无人知道 全部在你的色里面 即是在你的computer 已经打进去 你自己打进去 你以为做了善事 没有好报 他完全住在这个色里面 当你受想行 现世完结的时候 这个叫做 阿赖耶色 阿赖耶色 又会投胎了下一胎 成为另外一个身体 可能是男 可能是女 另外一个样貌 所以我们时常讲佛经 尤其是用英文讲佛经 因为他的接触不是多 所以我们要simplify他的说法 Everybody is like a hotel 每个人都好像酒店 人生如逆旅 这酒店 是怎样 这一生可能是四升级 下一生 堕落到一升二升 再下一生可能是六升七升 每一生的酒店都不同 这酒店因为你的业力 身体是不同的 有时是贫穷 有时是富有 有时是健康 有时是疾病 有时是很坎坷 有时是很快乐 这个身体不断变 但无论身体怎样会变 你check in 一定要check out 始终这个身体会变 就好像你去酒店 你入了一定会出 始终这个身体也没有 要check in and check out all the time Every life you have to check in and every life you have to check out You change your hotel But you You are still that person who is changing from one hotel to the next But you are that person You are you 那就是你的色 你自己身体是一个人生如逆旅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欲肚凶逃弱 扶桑已成身 但前后何太色 浮华何足真 这是李伯的 遗古 一切的浮华 虚荣 富贵都是假的 很快就过去 但你执着了这件事 你还为这个浮华 虚荣 不断地求财 求命 求利利 做尽一切 做尽一切的手段 受尽一切的报应 你认为是值得的 其实是很冤枉的 那些全部都是 是妄的 是假的 是暂有的 但我们执着了它有 就不断地 就是这样求的 这就是 还有半小时就说完了 我希望说多五蕴 五蕴 现在大家知道五蕴是个我 色受想行识 但又怎样解释 我与宇宙的关系 是谁呢 谁是我 谁是我 我是什么呢 我就是六根六尘 和六色 十八戒 这个就是我 我是怎样形成的 我就是 眼 以 鼻 舌 身 意 眼以鼻舌 大家都知道 很容易 知道自己的感官系统 身 身是包括你一切的 里面的心肝 肺肾 皮肤 血 全部的身 包括你整个人的身体 为什麽把眼以鼻舌 标榜出来 用身包括你就可以 因为眼以鼻舌身 就是你的销售 你知道每个公司都有销售 就是你的front end 你是用眼以鼻舌 去与外界接触 这个眼以鼻舌 带动能够 能够令到你做一切恶业 也能够令到你做一切善业 至于恶 因为善是由你自己选择去做的 你喜欢恶又喜欢善 亦都由你的意念去推动 所以 佛经里面 是非常有智慧的 它将你那些粗显的 在前面推动你的眼以鼻舌身的东西 与外界接触的东西 另外标榜出来告诉你 将所有里面的心肝脾肺腎的东西 那些不用标榜 心肝脾肺腎不用标榜 它就整个以身来代替 意就是你所想的一切的思维 这个六根 这个六根是你有的 没有的举手 有 有人没有的 他说我没有眼睛 我看不到 我没有意 有人没有的 但你始终有意根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六根 但你六根清不清静 就是因为六根不清静 因为六根不清静 能够带动我们 做一切业力 因为又业力 而轮转生死 而受报 我们有六根的时候 我们所接触是六层 六根就是自己的六层 就是外面的境界 如是者有色 声香味触法 色是什么呢 眼 interact with material form 耳 with sound 鼻 with fragrance sit with taste sun with objects 耳 with everything 耳就是 你所想到的 耳是很勇猛 眼耳鼻舌身 不能追忆过去 你的眼怎样想过去 耳能否听到过去 眼耳鼻舌身 是想不到过去的 最勇猛的是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可以追忆过去 忧伤未来 流暖过去的美景 对于你不开心的事 你不断执着 你的意念是很强的 你的意念能够操纵你眼耳鼻舌身 做一切坏事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就是修你的意 你的意念一清静 眼耳鼻舌身也改了 眼耳鼻舌身也改了 所以我们修是意 打禅七 佛七就是修你的意 眼对外界的六层 就会产生颜色 颜色 眼耳鼻舌身也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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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是很高深的人生心理学 宇宙人生的心罗万丈 现在说得深入一点 如果有人问你 宇宙人生的心罗万丈 不过是两种 一种是迷 一种是觉 即是有违法和无违法 有违和无违 无违法已经是觉悟 觉悟是没有一切法 没有一切法可得 佛法里面 很多很多文字解释有违法 生灭法 有违法是有生有灭的 我说这个花生出来 它决定要灭 你生出来的你决定要灭 但灭是灭你的外相 并没有灭你的本体 如果本体也灭了 那便不用说了 我这一生去世了 甚麽都没有 但你只是灭外相 你的本体是不灭的 有真心的 这是以真如为色系来说 虚妄为色系 连真心也不执着 要慢慢跟大家研习 有违法和无违法 有违法有九十四个有违法 无违法六个有违法 加上是百法 所以有部经叫百法明门论 学违识的人 一定要把百法明门论读得很清楚 他便会明白违识的道理 今晚现在在学违识 现在在学违识的道理 有违法里面有五运 五运是众生的身心 五运有违法又分开色法和心法 即是material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即是精神和物质 整个世界就是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色法 和物质和精神 色法有十一种 心法又分开心黄和心所 精神又分开 精神的主动 和精神的 所被动 例如有眼 眼耳鼻舌身 眼心黄有色 眼色耳色 鼻色 身色耳色 属于心黄 但他又有其他的黄 有黄有大神 原来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眼耳鼻舌身 与外界接触的时候 自然有很多大神 来和我们一齐 完成我们的言语行为 那些叫做心所 心所 心所是什麽呢 例如我一看某一样东西 产生淫念 淫念就是我的心所 产生贪 产生娇喘狂福 自然有五十一个心所 与我一齐产生 你不察觉 原来 你自己的心 与外界接触的时候 不只是 接触这么简单 里面有五十一个 大神 每人都有 就是帮助你 与外界接触 这五十一个 帮助你与外界接触 产生一切的感受 五十一个心所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 让你知道哪些是坏的 哪些是善的 所以佛经是很具智慧的 它是很精辟地逐一点逐一点和你分析 分析到每一个念头是怎样起的 从念头里面要你收持到清静你的念头 这个是心所 心所里面有 受 想 行 所以你用五蕴 识 受 想 行 识 叫做五蕴 五蕴就包括了识法和心法 其中受 想 行 有四十九个心所 二十四个心不相应行法 这些你不用看到 真是惨了 我不知说什么 你不需要完全知道它是为何 但是 总括要知道它大概是这样 当你研习佛理的时候 便自然会明白 宇宙万有有八色和八法和五蕴的关系 整个宇宙里面 大致来说是现象和精神 Phenomena Anomena 我们用 German philosopher Kent 康德 康德整个宇宙的看法 要分为两个大类 一个是现象界 一个是精神界 现象界可以感觉到 精神界是无形无相的 你现在想什么我怎知道 是精神界的 但你的样子就知道 我看得到 所以整个宇宙就分开两门大乱 Phenomena Anomena 即是现象和精神 你现象和精神都要彻底明白 才可以了贴生死 佛经 就是逐样逐样微细地分析现象 和分析精神 如果你对佛经的研习 是要了解的 对你的职业 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人生 很大帮助 为什麽 所有一切都是现象和精神 你要想成功 某一样要成功 精神和现象的条件吻合 便成功 所以佛门有一句说话 祭心一处 无事不办 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 听过举手 没有听过举手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是什麽呢 如果用英文说 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The mind can do 即是你的心想什麽 就一定会成功做到 就是你的集中力够不够 所以如果懂得佛法的人 很容易motivate 很容易 用这种方法做什麽都会成功 所以他是最好的自信建立者 如果对这些没有自信心的人 抑郁的人 烦恼的人 自卑的人 要跟他讲佛法 可以救到佛法 因为佛法能够令到自信心充满 能够增加你的愿力 但问题是你懂不懂 如果没有杂料就说不了 增加自己的杂料 你将《心经》 背熟了他 只有268个字 背熟了他 每一句 每一句意义都知道 你自然 辨才无碍 口弱热河 你可以说到天花恋聚 天女神花 可以 可以 宇宙万有不畏是 two classifications 现象和精神 色和心 色里面 先用人的身体来说 有五根眼耳鼻舌身耳 然后色声香味触法 全部的现象不畏是色声香味触法 色是什麽 色是物质 物质是什麽 Molecules Poltrons Electrons 炎子 电子 核子 所有物质 除了物质还有声音 还有声音还有香味 所以 六层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 将所有的物质界都归纳 叫做十二处色声香味触法 眼耳鼻舌身意 这就是 如果对于色来说 前面的五个consciousness 是interact with material 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 是与物质界产生互动 眼与一切的物质产生互动 耳与一切的声音产生互动 鼻同一切的香产生互动 舌同一切的味产生互动 身同一切触觉产生互动 这个色 有十一种 眼耳鼻舌身 法 先当它是十一种 以后再慢慢解释 心 这是现象的material phenomenon 精神方面是受想行色 就是前五色眼耳鼻舌身领立了色声香味触 想第六意识益赏思量计度分别 而生诸识 这是想勒行 第七末来识 依第八识可纳耶识的自证分而生 自证分先不需要理解 以后后面还要解释自证分 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自我行审执我 这较深 但是为了大家明白五蕴 我就把遗识里面的道理拿出来 你不需要完全了解得很深入 但是你知道少少也是好的 第八识可纳耶识 执持 如果没有这个识见分映入六根的门头 前失识没有了作用 这个识是storage consciousness 所有一切的善恶 都是归存在第八识识里面 如是者 识里面有十一种识法 受有两种 想行有四十九加二十四 识有八种 这是八识八法图五闻的关系 如果你是第一日来的 你真是蒙茶茶不知我说什么 但你可以得到一个启示 原来佛经不仅是庄香拜神 原来佛经不仅是烧原保纳烛 原来佛经不仅是求君恩菩萨加备你 求福 求受 求平安 不是这么简单 严格上来说那些是迷信的一变变 但这不是佛法 那只是佛法里面的一个环节 你不要认为这就是佛法 佛法是要开通你的智慧 从而开通你的智慧 能够灭除自己的烦恼 超脱自己的生死 能够活得更加身心清静 能够活得更加广结善缘 能够从痛苦烦恼里面解决出来 活出更快乐更清静的人生 将来还可以超越生死 不需要在生死里面六度轮转 这就是佛法的目的 这里讲一点 我们平常生活 我们是怎样和外面的触觉 我们有sense organ sense organ是什么眼 耳的鼻舌身 那个叫做根 我们有六根 六根在善嘴对着外景 我现在看着你就是我的object 我就是我的景 我看着花是花的景 当根对境的时候 它能够有爱取 根能够爱取外景 外景是被所爱取的 当眼耳鼻舌身与外景接触的时候 自然会产生什么 产生个色 那个叫consciousness 自然就能够产生 当你 听别人骂你 不是那么简单 原来 耳根 与那句说话产生一种接触 能够听 所避听 一听之后 立即起听的意识 这个意识会追索 以前的history 他为何这样骂我 他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 他以前曾经骂我 他这句说话是 损我自尊心 他会产生很多的思潮 这个就是色 当它产生思潮的时候 这互动 原来有五样东西 在做 作意 触 受 想 行 或是思 作意就是attention Attention就是要pay attention 如果没有attention 你见过你等于没有见的 食而不知其味 你没有留意食物 是不知道味道的 你没有留意听 是不知道你听什么的 听而不闻 见而不闻 听而不觉 食而不知其味 所以每一样东西 令它产生烦恼 你一定是在留意着 这叫作意 当根境 当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 和六尘色色色香味足 一和合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时候 这个色 这个种 这个就产生 但这个是很微细很快的 即时就产生这种接触 一接触的时候 这个 接触的色或眼色 意识 鼻识 自然作意警觉 自然牵动你的心所 你会因此产生 妒忌 愚痴 奋恨 自然在触觉中 丢起了你以前的一切历史 所以你是被你自己带动你的烦恼走 不关别人的事 是你自己带动的 你明白你的起因 便懂得 琴擦先琴王 你明白你的起因 便懂得灭掉你的烦恼 你不明白你的烦恼怎样起 你怎样灭 所以这里心经教你 你要明白你的烦恼怎样起 你懂得灭你的烦恼 之后就是受 当你一接触的时候 就能为受 想 行 作 依 子 处 先生 出 受 苦 受 乐 受 不 苦 受 乐 受 与前五色相应 如果与眼耳鼻舌相应 叫伸受 与第二色意识相应 有喜怒哩乐的喜 忧 忧 喜 舍 这些感受 心所与触觉有密切的关系 互存互依 似第二生 即是这个感觉 即时会产生 不过你不知道 接着你又会想 受了之后 要涉取所缘境的相貌 认识了情况 安立种种 明言词句 你一见到的 未必有名字 我见到这个花 我不是立即有花的名字 但它更加快 自然因为我自小就知道这叫花 有这个名字叫花 所以我都知道叫花 即是这个接触产生得很快 所以有些人说我失败了也不知何解 我恨了也不知何解 我恨了也不知何解 因为它的接触是很快的 如果你是修禅的人 他看到自己的想法 我们平时的凡夫自己怎样想 快到自己坏了也不知 但那些禅师 他知道自己微小的念头 他不会让他起一点的憎怒 他不会让他起一点的妒忌 一点的憎恨也没有 他在微小的想念里停止了 你和我停止不了 禅就是教我们怎样停止 禅就是教我们怎样专注一处 所以一定要修禅定 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是诗 当你和外界接触产生这些互动的关系的时候 他马上作出三种 审慮诗 决定诗 和动法诗 什么是审慮诗 考虑这件事应不应该做 怎样做 作出一个决定 动法 直接做出来 我考虑应不应该骂他 我考虑应不应该毒骂他 我考虑应不应该 他自然有审慎 决定动法即时产生 他停不了 这样的互动各个不同 有些人的智慧 学问 知识各个都不同 有些人 即时可以分别 即时分别这件事的是非应该怎样做 审慎诗 决定诗 动法诗各个都不同 所以有些人做出来是智慧的 有些人做出来是愚痴的 如果你经常学佛经的人 做出来是智慧的多 所以有些人说 你学佛好 会增加你的智慧就是这样 他慢慢增加他的智慧 自然在动法诗里面就会向善 他自然会做出正确的事 他没有 他不知 他就越做越错 他很难改得到 所以要改造的人 要从他的思想改造 你能够改造他的思想 自然改造他的人 意思就是这样 最后讲完 这个slide 讲完 《灵验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与等必欲发菩提心 依菩萨成生大勇猛 决定 舍捐诸有为相 应当审畅 烦恼根本 他说如果你想发菩提心 你想增加你的智慧 你想无常正等正觉 你一定要知道 烦恼是哪里来的 烦恼根本是怎样产生的 此无此来 法业润生 谁作谁受 这个烦恼是谁作谁受 阿难 与生好菩提 若不审观菩提 若不审观烦恼根本 则不能知 虚妄根陈何处颠倒 处相不知 云何降伏取遇来位 即是说 你不知道烦恼根本 是降伏不了烦恼的 所以 学佛就是要 找出你烦恼的根本 捉住你的烦恼 绑住你的烦恼 还要灭除你的烦恼 你不只是捉住他就算 你还要绑住他 捉住你的烦恼是用戒去捉住的 你没有戒律 你贪生 杀生偷渡邪妄语 是捉不到你的烦恼 你不断作业 怎能捉住你的烦恼 所以你用戒律的力量 先捉住你的贼 捉住贼还要绑 用定的力量去绑住贼 用智慧的力量去消灭这个贼 这才是烦恼根本可以消灭 所以 《心经》这部经 教你如何找出烦恼 这个五蕴 就是烦恼的根本 今晚讲到这里 《照结五蕴皆空》只是 笼笼统统地告诉大家 五蕴色受想行识 当你念心经的时候 你便知道 我的色受想行识 原来是空的 为什么呢 《照结五蕴皆空》 怎样空这个五蕴 这个五蕴是用什么方法去空的 怎样空掉你的色蕴 怎样空掉你的仇蕴 空掉你的想蕴 色受想行识要空调 色蕴要空调 逐点逐点和别相 如何空调你 放下你 空调你 色受想行识 这五蕴 怎样灭却它呢 《心经》就是教你 逐步逐步来 灭除你 所执着的五蕴 就是这样 合掌回向 愿意似功德 愿意似功德 好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